合同终于出现了曙光 台湾一地主动要求去军事化 给全台湾地区开了个好头 最近几天赖清德又搞了个大动作 民进党当局以武谋独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据媒体报道 台湾地区2025年的防务预算 在2024年的基础上再次猛涨5% 直接标到了6470亿新台币 换算成美元那就是将近200亿 记得前不久特朗普要求台当局交保护费 台行政院长卓荣泰那叫一个听话 立马表态说台湾地区愿意承担更多的责任 毫无疑问 赖清德如今的举动就是在落实这番话 通过持续向美国交保护费 享用钱换平安 继续做着以美谋独的美梦 赖清德还说台湾地区要提升自我防卫能力 确保和平与繁荣维持台海稳定 说白了就是要继续一武巨统和大陆对抗到底 不过赖清德话音刚落马上就遭到了迎头痛击 金门县议会的两个政团联合全县近百位基层民意代表 联名向台当局上书要求他们支持修建下金大桥 并且将金门县设置为非军事区 说起这件事其实相关的议题去年二月份就提出来了 那么为什么直到现在才突然有大动作呢 理由很简单 过去这近八个月台海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214恶性撞船事件以后 大陆开始在附近海域进行常态化巡航 对台海巡署而言 金门附近的海域已经变得不再那么自由了 另外赖清德当局在换届的时候公开宣称 两岸互补通鼠 将台海局势进一步推向极度紧张的氛围 对此金门的老百姓看在眼里 急在心里 他们知道一旦台海有事 金门必将首当其冲 所以他们选择了主动出击 用实际行动来维护自己的利益 金门主动要求去军事化 意义非常重大 可以说是金门乃至整个台湾地区 迈入合同的第一步 从军事角度来看 下金大桥一旦建成 那就是在台军的防线上撕开了一个口子 解放军收复金门的战术选择将会更加丰富多样 而金门一旦成为非军事区 更是直接断了台军在此地的念想 他们将必须撤出这个关键节点 当然台当局肯定不愿意看到这样的局面 因此大陆方面绝对不能坐视不理 必须要站出来 用实际行动给金门提供最坚定的支持 比如加强在下金海域的巡航力度 加大对台当局的施压等等 总之 统一是大势所趋 赖清他为首的台独分子 继续一味的谋独 注定是死路一条 正所谓金门请命驻通途 海峡波澜起变故 独梦难知求自安 以美图存 终是虚 好 这期内容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天下观众我们下期再见